大家好,我是Neo 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 可能很多打工人跟投资者都会共同关心的话题 就是我们发现在过去的大半年里 这个很多科技公司都进行了大幅的裁员 不是只有科技公司裁员 是科技公司裁员的程度跟幅度是比较明显的 尤其在这大半年比较集中 后面说原因 先讲一讲这些公司裁员的这些 裁员当天一般都会发一些公告 然后CEO会出来讲讲话之类的 然后你会发现这些对话基本上大同小异 都指向了很明确的一些原因 读一读就知道了 比如说这个Stripe 这个支付公司Stripe 他的CEO Patrick就在当天写的那封信里说 We the founders made this decision We overhired for the world we are in 所以他就等于在过去的三年里面 因为误判的原因 所以招了太多的人 那现在业务收缩了 或者说业务的增长没有那么高了 那他就需要把这群人裁掉一部分 才能满足他的这个相对一个平衡的一个收支的状态 那为什么要满足收支平衡的状态呢 而不是可以一直烧钱下去呢 就是因为宏观的这个环境也变了嘛 就像我说的过去三年里面 他这个环境变化太快了 他很多CEO其实在这过去三年里面 他都没有那么容易去预判这个事情 那比如说Netflix他也是一样的 他这个裁了大概300个人左右吧 然后他当天是说 While we continue to invest significantly in the business We made this adjustments So that our costs can growing in line with our slower revenue growth 因为Netflix的这个天花板 在他之前的那个制度之下 他已经开始摸到了 就是这个渗透率已经跑到头了差不多 所以他有一个这个宏观的因素导致的 也有这个微观因素导致的 收入开始减缓 没有那么快了增长 所以他就不需要这么多人 他就必须砍掉一批人 那这还是Netflix对吧 这还是一个在这个季度 他仍然还增长的公司 那我们来看看巨头 亚马逊 Meta Apple 其实都差不多 那Apple是可能唯一一家 没有大幅裁员的公司 他没有明显的裁员行动 但是他也说 他在 他说的是原话是 But given the current economic environment we are taking a very close a very deliberate approach in some parts of the business 所以他在有一些 他的这个业务 是可能会进行调整的 因为 苹果有Apple TV这种这种流媒体的业务 这种业务 它是可能会进行调整的 亚马逊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业务 而且亚马逊收购了很多公司 同样的 他们也要跟Apple的这个口吻差不多 他们是严格观察 他们的这个宏观环境对他们的影响 那我今天刚看的一个新闻是iRobot 被亚马逊收购以后 最近是要裁员10%的员工 对吧 所以你看得出来 其实基本上大家都在进行这个行为 Meta 说是这个星期开始就要大幅裁员了 然后Lift 这个打车软件巨头之一 跟Uber一样的 他是要裁掉13%的员工 然后他的原话是说 We know today will be hard 说的是裁员当天的那句话 对吧 We're facing a probable recession sometime in the next year and ride share insurance costs are going up 他的成本是在上升的 他的这个因为通胀的原因 因为宏观经济不好了 所以你看打车的人也少一点 他没办法 这个所以 他的司机也承担的这个成本压力 他也承担这个成本压力 对吧 不管是油 油涨了 对不对 那如果是电车 你电费也不便宜 现在 那 其他的公司 比如Open Door 房地产也是一样受影响的 他说的比较夸张 Open Door的CEO 这个Eric Wu 是说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real estate markets in 40 years 40年来遇到的最具挑战的这个地产环境 所以你想象的出来 现在他们是一个怎样的悲观的一个心情 在看待未来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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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 那微软微软同样也是要砍掉大概1000个员工左右 Coinbase也是要裁掉不少人 所以这个名单很长很长很长 特别长特别长 那裁员的这个公司基本上就已经看不完了 太多太多 绝大部分的口吻都差不多 就是我们的成本上升的太快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业务增长 又跟以前不一样了 尤其是不是说今年不一样 而是预测到明年12个月到18个月甚至 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或者萎缩 他无法预判 未来的这段时间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他先要决定裁员 尤其是整个利率环境上升以后 宏观市场对于这些公司的看法又不一样了 不像以前那样那么的那么的有容忍度了 就是你可以一直赔钱没关系 你股价也不会跌的 只要你把那个这个增长增长率做上去就行了 但现在不行了 现在你增长率上去上不去啊 就是这个问题 然后你只要没达到预期 你股价就可能大跌 那股价大跌 其实对于董事会就是会有非常大的压力的 因为有些公司还得再融资 对吧 那有的公司虽然没有再融资压力 他没有这个债务 但是他得向股东交代啊 然后很多公司的这个期权是跟股价绑定的 所以当股价发生这么大严重的下跌的时候 我举个例子很简单 Netflix下跌了70%以上 对不对 然后刚才是Open Door 也是绝大部分就是七八十这样的跌 很多裁员的公司都是跌这么多 那你跌这么多以后呢 员工手里的期权就会贬值 贬值以后 很多员工在过去三年里 其实也是误判了 那这个确实不能怪人家 CEO的误判 怎么能要求员工这个判断对呢 那他们很多时候会拿的这个工资结构 很可能是三分之一的期权 三分之二的现金 有的更激进一点 可能是一半的期权都有 那期权下跌了 就等于你的工资下跌 所以那我当然钱少了 我就会花钱也花的少一些 所以这是个恶性循环 然后最近也看了一些别人的一些评论 比如ARK的这个这个Cathy Wood 他也聊到这个问题 他说deflation deflation是更危险的一件事情 因为因为我们的这个环境 这个通胀已经不是第一要素了 后面 他觉得这个这个 这个滞涨是更危险的 因为利率上去以后 大家这个工资也少了 就不愿意花钱了 确实有这个问题 我今天想看 再分享一下 就是一个 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 一个CEO的自我独白 算是 然后就是Shopify的这个CEO Toby 然后他在回顾自己 这个过去三年的一个 一个行为的时候 会看到有一些地方是他做错的 然后他说出来了 这个比较少见 他的原话是说 We couldn't know for sure at the time but we knew that if there was a chance that this was true we would have to expand the company to match 他意思就是讲 在过去三年里面 因为疫情的原因 因为宏观的原因 放水 有段时间 然后突然一下 这个整个虚拟经济 紧喷得非常严重 因为你都被关在家里 那电商 举个例子 Shopify是做电商的 就会有非常明显的 一个业务增长 但是呢 你 这个业务增长 你怎么预判呢 它到底是这个短 短暂的呢 还是长期的呢 这个很难 但是但是当时啊 很多这个CEO预判是 疫情是把整个电商的 这个发展给提前了 而且即使疫情结束以后 这个也不会萎缩太多 就是这个紧喷出了 这个需求 不会萎缩太多 那 他的原话读白是 It's now clear that the bad did not pay off 就说白了 就是他当时下了这个赌注 就是他下了赌注 就是我赌这个事情 是不会大大幅萎缩的 这个紧喷出来的需求 是真实存在的 那显然这个赌注是 没有呃 兑现 是错的 嗯 啊 他接下来说的是 unfortunately placing this bet was my call to make and I got this wrong now we have to adjust 他跟员工说的 因为他裁员 所以呃 他觉得这是他个人责任 他呃 下了这个决定去 去呃 扩张 去加大投资 然后但现在回过头来看 是错的 所以呢 他就要进行裁员了 没办法了 呃 我觉得这是一个 有点意思的 一个一个读白啊 他最后 最这个整个里面最后一句话是 put bluntly this was a huge strategic mistake that was driven by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customer behavior a lack of rigor in analyzing the market and a bit of hubris 所以呃 他自己意思就是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战略失误 首先 然后呃 是对于用户行为的 这个分析的不够 以及对于他们的 这个行为理解不够造成的 甚至还有一点点 那么的傲慢 他说的没错 因为在过去三年时间里 首先这种紧喷出来的需求 你很难判断 这是一 第二是呃 在流动性泛滥的时候 在股价疯狂上涨的时候 对吧 shopify涨的特别多 对吧 当时拆股之前 我记得涨到1500 对吧 也是1600 那拆股之后 现在跌到20块钱 呃 30块钱 也就是当时的200块钱 300块钱左右 所以你从1500 呃 跌到两三百块钱 你想一下 那是不是跌了很多呢 但你反过头来想 呃 他三年也涨了很多 对吧 涨了六七倍 那 总结下来就是啊 刚才讲了这么多东西 所有的这些公司都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 那就是疫情来的时候 大部分人是慌乱的 因为突然要居家办公了 所有人的闷在家里的时候 一个巨大的机会就就诞生了 然后呃 宏观的原因啊 刚才讲了 对吧 然后在线需求猛增 然后一连串的产业链就猛增 那疫情发展是显然超乎大家想象的 那当时第一开始的时候 会否全球传播有疑问 呃 传传播到全球了 什么时候控制 助能把这个事情压住 又有疑问 那经济受冲击之后呢 呃 政府救世的措施能持续多久 又有疑问 然后疫苗生产出来的时间 呃 比大家想象中的好像要提早一些 但是有效性又有疑问 等于有效性疑问解决以后呢 好像 闷出来家里的这些 这个猛增的这些业务啊 他能否持续又有疑问 所以面对种种难题呢 这些企业 他真的是很难 然后这个时候 他到底是应该砸钱呢 还是等等看呢 那说白了 就是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嘛 但要做这个决定 其实不太容易的 因为你想啊 那你判断的时候 这些业务本身是受巨量的流动性 和新冠的不确定性推动的嘛 那一旦判断错了 这种企业 它是初创型企业多 科技企业绝大部分都是初创型企业多 它还在高速增长过程中 那一旦判断错误 就很可能是致命的 因为 那你的市场份额 很可能会被别人抢走 那 现在很 反过头来看啊 横竖可能都是致命的 就要看你当时有多激进了 那几乎所有的大企业和龙头型企业 CEO 绝大部分时候 他们都会选择冒险的行为 因为他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你不可能靠龟缩 做起来一家企业 你一定是靠这个进攻 做起来一家企业 对吧 因为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一定要获得运户 获得增长 获得市场份额 但是呢 没有人想到 今天是一个这样的局面 没有人能想到 这个全球的这个供应链 会是现在的一个状态 那芯片短缺会这么严重 也没有人想到 通胀会跑得这么高 利率会上涨的如此之快 库存会上涨到 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个消费会收缩 有太多太多意料之外的事情 它融合到了一起 所以刚开始面对这样 突如其来的这个需求的时候呢 他当时这些CEO们啊 绝大部分都是会 大量招聘 招入员工 因为机会成本太高了 我们不能错过任何机会 错过了就会给别人空档 然后把我们干掉也许 那现在发现如果不如预期的话呢 就要立刻断币 要快速斩断这个这些 荣余的这些员工 所以也很痛苦 那经济规模整体在下降的时候呢 消费进一步收缩了 那整个产业链就会进一步收缩 那所以这些企业确实很不容易 这刚才讲的种种就形成了 今天的完美风暴 所以这半年来就裁员特别多 我们看到一些 其实这个情况并不是很意外 但是我们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来得这么猛 因为我们过去也写了一些文章聊这个事情 我们倾向于将过去的三年里面 看作一个整体 因为这三年一起评估 才是对一个企业相对客观的一个评估 谁能更快适应这个环境 清楚接下来要做什么 在这种极度波动的情况下活下来 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这三年真的是很不寻常的 那向上的时候 是享受了极度的流动性波动的 它向下的波动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的 这次向下的这个大幅下跌的时候 也是因为市场的原因 放大了这种下跌 所以大家在乐观的时候 太过于乐观 在悲观的时候呢 又很可能太过于悲观 这个在过去也不奇怪了 那一直在发生这种事情 那我曾经在这个聊过这个事情上 又追加聊了一个问题 是当时聊的流动性比较好的时候 还在聊这个2000年的科网泡沫 跟现在的这个长得这么狠 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差异 那回头来看这篇文章呢 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或多或少 也藏着当时 对于突如其来的这个疫情 造成的这个业务增长 有一些些许兴奋 一些过头了可能 但我依然认为呢 这个大方向是没有变的 互联网的这个发展 大方向是没有变的 好多优质的这些企业 它在跟当年的那个时候 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科技的渗透率也完全不一样了 那个对于效率的提升 对于生活的这个绑定太深入了 所以它不可能再走回头路 那再讲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吧 就是回顾这个文章的时候 流动性泛滥的时期 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 跟现在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过去啊 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 很多人其实是 可以靠关系去拿下一些preipo的一些deal 拿下拿下这些这样一些一些融资机会啊 然后上市之前就参一脚 然后就可以在上市以后大赚一笔 因为上市以后的价差比较比较高 那个时候啊短平快就很啊 但是这种时候一般靠关系拿嘛 那别人不会白送给你 等于送钱一样 他们觉得啊 这种逻辑其实持续了好多年 然后像这样的基金也有很多当时啊 但后来因为上市的之后的价差 跟之前的这个preipo的这个这个价格差异越来越小了 所以这个这个事情就基本上不存在了 慢慢的就淡出江湖了 但是你会发现呃 是流动性推动了前面的这个估值增长以后 才跟上市的这个之后的这个价格差异不大了 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 那那当时做这些事情的人肯定是没法预判这个事情的 他们也是不可能知道说哎 我成立一个基金 结果五年以后发现这个preipo的价格跟ipo的价格差的不多了 哦对吧 那他其实也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想讲的是呃 这三年来发生的事情其实道理是差不多的 就是经验主义很可怕 我们不能相信经验主义呃 我们必须不断的优化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型啊 不断的适应这个变化重新思考 然后再评估再出发 当新的东西出现的时候 我们要用新的逻辑去判断 我们要学习新的逻辑呃 但是针对于新的逻辑呢 学习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我们一直以来其实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只能不断的学习 希望自己能被这个世界抛弃的稍微慢一点 还是会被抛弃 只是慢一点而已 那这三年已经基本上结束了 那下三年 下个五年呃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那呃 会有几年难过的日子 那大家也都预料到了现在呃 但是在某些地方呢 我觉得大家过于悲观了呃 每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 都会有新的逻辑诞生 有新的物种诞生出来呃 存活下来的企业才会有这个空间去施展拳脚 才会有可能把自己的业务发扬广大 所以大家还是要更多点耐心去看待现在的一个困难的情况 好 这期就聊到这里 拜拜 拜拜